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走进冬奥会计在线的网络课堂 接下来我们继续给您讲解的 依然是针对于2023年注册会计师考试税法 这门课程的巧学基础班 我们现在已经把第二章 关于增值税法的内容都讲完了 你会发现增值税呢 其实也没多难 但是在我们的18个具体税种当中 已经属于最难的了 也就是我们后面再讲的都比它简单 尤其我们今天要跟您说的 关于什么呢 消费税的内容 真的那就是二哥的小弟 二哥的三弟 我们说二哥是谁呀 二哥是增值税 大哥是谁呀 大哥是营业税 营业税在2016年的5月1号0点 也就是4月30号晚上12点 已经驾鹤西去了 对吧 给它安葬在了北京的八宝山 所以呢 现在就是二哥 就是我们说的增值税 已经独统天下 然后我们国家 所有的行业 各行各业 就没有逃得出增值税的磨成的 我们就说 那个 就跟那个孙悟空 你再有本事 逃不出如来的五指山 是一样的 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销售货物 销售老物 销售服务 销售无形资产 销售不动产 都得去交增值税 二哥如此强大 那么三弟呢 三弟啊 是这样的 他没有二哥管的事那么多 就是他不是普遍征税 但是呢 他有绝活 他是紧救着一部分人狠下手 那您知道他救着哪部分人吗 他是救着那些有钱人 所以当时我们在前面给您讲增值税的时候 讲那个漫画的时候就说过 对吧 三弟就问二哥 说你最恨谁 二哥说 就增值税说 我最恨有钱人 你看他嘚瑟的 一会儿开个小汽车 一会儿好嘛 又买个游艇 好嘛 一会儿又放鞭炮 一会儿又喝酒 一会儿又抽烟 一会儿还买高档化妆品 你看他嘚瑟的 但是我作为增值税来讲 我也管不了他什么 我是一个普遍征税 我最大的能耐 才是13%的税率嘛 但是三弟怎么说的 消费税怎么说 崩管了 对吧 看我呢 我就跟那个孙悟空 能够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样 相当于是消费税 它是个价内税 它在价里边藏着呢 它跟增值税还不一样 对吧 哎 我钻它肚子里面 我让它难受 说让谁难受啊 让有钱人难受 所以我们现在给您讲的 就是都是跟消费税有关系的 就是都是 让富人难受的一种税 但是一会儿我会跟你讲啊 虽然说是本身这个税 应该让富人难受 但让我这个穷人也挺难受的 为什么 一会儿再说啊 先来看一下谈古论金 谈古论金呢 在消费这边 我们就不多 过多的展开了啊 因为它没有什么可 就是很多的背景资料 没有必要说太多 但是我会给您列出来 您可以自己看一看啊 首先呢 说消费税是一个很古老的税种 最早产生于古罗马帝国时期 你看多少年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它已经成为世界上很多国家 都在普遍征税 目前已经有120多个国家了 而且我们在前面给您讲 增值税的时候说过 美国竟然没有增值税 虽然增值税法 这个说法是由美国的经济学家 亚当斯提出的 但是美国受它联邦制和州制的影响 它没有实行增值税的基础 但是它每个州都会有销售税 但是消费税 美国是有的 你看见了吗 美国呀 英国呀 法国呀 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有 那既然说从全世界角度上来讲 这么多国家都有 那就一定会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那我们国家要有很多的税收做支撑 那我们自然也会引进 我们自然也会设置消费税 对吧 然后你说我们国家 你说49年才刚刚成立吗 那是新中国 但是我们之前有5000年的文明历史 所以这时候告诉您 消费税在我们国家 其实在老早之前就已经有雏形了 您看 在我们国家有悠久的历史 早在公元前 我的天哪 公元前81年 您能算出来吗 现在是公元后2000多年 就是2000多年前的时候 我们国家就已经有了消费税了 那个时候是汉昭帝 大家了解一下 汉昭帝为了避免酒的专卖 与商人争势力 当时的皇帝就也不敢跟当时的商人 发生激烈的冲突 因为商人他有钱呀 你皇帝有权 当钱和权交易的时候也有点抵触 对吧 所以这时候呢 就当时这个皇帝 就是汉昭帝啊 就说改酒的专卖为普遍征税 这是什么意思 你看啊 他改酒的专卖为普遍征税 就原来都是我皇家皇帝 可以搞经商啊 你看严商 对吧 那不就皇帝的商人吗 我可以卖盐 我皇帝卖酒 但是那个时候 在汉昭帝时期呀 就是还算是比较 这个这个这个 经济就比较繁华的时期啊 比较繁荣的时期 所以你说商人呢 他也挺有钱的 商人你说那个时代 也没有苹果手机 也没有小汽车 也没有特斯拉 啥也没有 所以那些商人家里挺有钱 有钱就吃不了嘛 吃不了就剩下粮食了 他们就开始酿酒 酿完酒以后 他也想卖嘛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当时的皇帝就说了 改酒的 原来是我们皇帝专卖 改成什么 你们也能卖 咱就征税就完了 你看相当于是什么 相当于是 毕竟皇帝嘛 他掌握着铜管 整个国家 那你在这个国家地盘上 你把你自个儿酿造出来 酒卖出去 你不得给皇帝交点税啊 你也是相当于是眼里有人 对吧 所以他就说了 改酒的专卖为普遍征税 允许各地的地主啊 各地的商人呢 你们自己吃不了的粮食 你就酿成酒 对吧 我们说 尤其白酒 有鼠类的 还有粮食的 你就酿呗 看见了吗 自行酿酒 卖酒 每升呢 就缴税款四文 纳税环节呢 在销售之后 而不是在出酒坊 这个时候 这是我国最早的消费税 我为什么要在背景资料 这跟大家说呢 也就是说 在两千多年前 我们国家的祖先 在消费税 征收的这个角度上 就已经很文明了 就已经很现代化了 他不是说 这个酒酿造完了以后 卖不出去 卖得出去 都要交消费税 不是的 他是当时的商人也好 当时的地主也好 他那个酒 是卖给了 平民老百姓 在卖的这个环节 皇帝说了 你看 你要不卖 我就能卖了 对不对 毕竟你也是在 我的魔爪之下 在我的地盘上 你给我交点税吧 所以人家是在什么 卖 看见了吗 纳税环节在销售之后 这跟我们今天 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也是在销售之后 又一次凸显出来了 消费税和刚刚讲过的 增值税一样 它们都是什么 流转税 看见了吗 什么叫流转税啊 你得卖出去 流是什么 是流 流是流通 流是流通 流通 流是流通 转是什么 转让 得卖出去 流通出去 转让出去 才来交这个税 你看我们后面 就会给大家讲 流转税 他既老刘家嘛 前面跟您说 老刘家有四个儿子 大儿子营业税已经没了 二儿子增值税 现在已经 这个一税独大了 然后三儿子呢 也挺厉害的 对吧 消费税 所以您知道了啊 消费税 这是从历史上来讲 在全世界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在我们国家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下子 就蹦到了什么时候呢 新中国成立之后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 大家你想 就是你比如说 我对吧 是生于90年代 我91年生人 就我刚出生的时候啊 我就觉得 那个经济还比较匮乏呢 据我的姐姐 哥哥们说啊 这80年代更匮乏 所以我们 你想1949年 虽然说刚刚建立新中国 但是全世界 很多欧美的一些大国 都跟我们断交的 不理我们 觉得我们又穷 又没有什么高科技 又啥也不懂 那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 上海证券交易所 什么深圳证券交易所 所以当商品特别匮乏的时候 这个事情就能够体现出来了 88年的时候 我就 我们就听说啊 就是在这个 这个老百姓当中吧 说谁们家要是买个彩色电视机 那就新闻了 谁们家要是买辆小轿车 那就更不得了了 就体现出它的 这个供需的矛盾 供应太少 但是老百姓家里呢 还都享有一个彩色电视机呀等等 那那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就说了 哦 你们家想有 人家们家还想买呢 这时候我贵 我让他贵了以后 谁有钱谁买 那怎么才能贵呢 不就往里加消费税吗 所以在这里面 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了 我们 呃 你看 你比如说1988年的时候 国务院就针对社会上 存在的不合理的消费 开征了一种叫 研习税 这个研习税 现在早就没有了 你知道啥意思吗 就跟我们现在说 结婚了 生孩子了 咱们请请大伙 吃顿饭 对吧 那不是人家 饭店说了 这一桌三千 我们就给人三千 在那些年代 好吗 你敢请大伙 吃一顿饭 说明你是有钱人 你不光承担这三千块钱 你还要承担一个研习税 哎 你不有钱吗 有钱才掏货税 所以这就体现出 吹牛也上睡 对吧 谁让你摆牌上的 但是现在你看 还有这种情况了 没有了 现在就是你有钱了 你就高档的 三千的 六千的 八千的 你就请大伙吃吧 所以我们从税收角度 已经不再控制大家了 那个时候收研习税 不就是控制你吗 比你特别 这个铺张浪费 对吧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经济都比较匮乏 然后后面 八九年为了缓解 什么彩色电视机呀 小轿车的供需矛盾 又开征了 对他们的这种 特别消费税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就行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背景资料呢 就是 想让您知道一下 中国不是一下子 就发展起来 那么快的 就现在有些小孩说 哎呀 十来岁的孩子都说 哎呀为什么我们 我们祖国发展那么快 其实就这二十年 就这二十年 我们到后面 给您讲关税的时候 就会提到 咱们国家从2001年 加入WTO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 你会发现 老百姓 当然在生活方面 确实得到了 很大的一种提升 吃的喝的用的 都能见识到了 全世界最好的东西 而且原来是 你可能能见识到 你绝对买不起 因为它关税税率 关税壁垒非常高 你望尘莫及 我喜欢 我喜欢我买不起 现在是什么 哎呦 我又喜欢 又还不贵 所以这时候 确实就造成了 我们国内 当然有一些行业 会受挫 但是老百姓 也因此得到一些收益 而且它会体现 这种竞争啊 对吧 你国内的 比如说我们后面 就会给你讲 化妆品行业 随着我们进入 WTO 15年缓冲期以后 原来关税税率 那么高 100% 你可能买不起 现在关税税率15% 你可能就便宜了 85块钱 你就买得起了 是这意思吧 所以你看一下啊 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消费税 在我们国家 它也是有个历史背景的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说 消费税呢 因其独特的调节作用 受到世界各国的 普遍重视 在这点 我觉得中国政府 在设计的时候 其实不是特别的友好 为什么不是特别友好呢 比如说消费税 刚才说了 全世界120多个国家都有 但是消费税 它可是一个 劫富祭品的税 它是要对富人下手 那么既然你对富人下手 就相当于是 一个刀子 其实就相当于 磨得也很亮 对吧 磨得很快 你是富人 我可要对你下手了 但是它 它之所以要对富人下手 或者之所以 对买这个东西的人下手 它是为了调节 这种消费观念 那么怎么才能体现出 调节消费观念呢 比如说您到美国 您到英国 你说哎呦 我喜欢 我喜欢我们家装修 我要买这个石墓地板 那么人家在标价的时候 比如说在这种建材商店 标价的时候 人家给你标上 看见了吗 你要是买这个石墓地板 你要承担消费税 比如说6000美元 同样 你要是买这个瓷砖 你就不承担消费税 相当于是在国外 它确实是把增值税也好 消费税也好 都给你明码标价 就告诉你 消费税就是在调节 消费行为的 就是告诉你 你要是买石墓地板 你可想好了啊 你可是要多承担6000块钱 因为石墓地板 它用的是木头 它用的是木材 对吧 这个太浪费 你天天把木头裁脚底下 对吧 你要是我拿木头 我做个家具 这个时候我们不说你浪费 但你做石墓地板 我认为你太浪费 所以它就会体现出具有调节功能 而我们国家根本没有 我们国家是什么 当你去建材商店买的时候 他那些促销人员过来 哎呀地板好啊 地板显着你们家有档次呀 哎呀显着还耐脏啊 但是他就不跟你说 哎先生您想好了啊 这个地板在我们国家 是属于应税消费品 然后我给您算的价款里面呢 是含着消费税的 但如果同样的面积 你要是买瓷砖的话呢 可能就那里边自然就不含消费税 可能就没有那么贵 他不说 所以就能够体会出来 就在欧美他们有消费税 他们是真的能够去调节 大家的消费行为 而我们国家 如果您不学消费税的话 您根本都不知道 您买的这15亚应税消费品里面 都是含着消费税的 对吧 你不知道 还有一点呢 就是作为欧美那边 您了解啊 就是学税收 就是学经济嘛 学经济是离不开国际的 您别像我烦 在欧美那块 您会发现 比如说是一个石墓地板的生产企业 或者是一个小汽车的生产企业 不管是生产企业 批发企业 或者是零售企业 他们都不直接 还没有 还没有找到最终消费者 还没有找到最终的那个用的人 就交消费税嘛 国家不收 他都是在最后那个环节 生产企业 比如说生产石墓地板的 生产企业生产出来以后 卖给批发商 在这个环节 生产企业根本不需要找批发商 要消费税给左国送过去 不需要给美国给英国送过去 对吧 然后批发商呢 他批发过来以后 他在零售卖 他在就是他在批发出去 就卖给零售商 他也不需要找这个超市啊 找这个建材商城啊 要消费税 他都不需要 那么什么时候才需要呢 是什么时候 在最终的零售环节 终于找到了 用这块石墓地板的人 终于找到了最终消费者 或者叫终于找到了这个老百姓 那这个环节 国家 应欧美才会收消费税 那也就是说政府在消费税 这个领域当中 他不占用企业资金 而我们不这样 我们都是什么 其实本来消费税 是应该引导消费的 是应该告诉大家 尽量不要买这些东西 因为买了这些东西 抽烟对身体不好 然后喝酒也是容易出事 然后石墓地板也是浪费资源 成品油等等 就是他 按理说消费税 是要告诉大家 不要去消费 除非你很有钱 你愿意承担 你就消费 但是我们呢 全都藏在肚子里面了 就是我们说跟孙悟空 藏在铁山公主的肚子里一样 藏在里面 一般人他发现不了 而且借此呢 中国政府也确实就收到了很多消费税 他不是到最终找到了这个装修 这家装修买了 这个三千块钱石墓地板 他不是说这个环节才征消费税 他是从生产企业往外卖的时候 就已经把消费税征走了 然后生产企业 找这个就是他卖出去的时候 他就会在价格里面就把消费税拿上来 就交到国家去了 你说此时那批发商 从生产企业那买这些 比如说花了三十万买 他已经都承担了消费税 他就想办法赶紧把它卖出去 对吧 所以这时候 就是从税收设计 就制度的设计上来讲 我们国家没有真正起到调节作用 没有真正的 这个直来直去的告诉你 尽量不要买这个东西 但是反而我们还觉得买吧 因为这种东西它价格高啊 它价格越高 里边还有消费税不说 价格越高 增值税不是收的越多吗 而且您看我们在前边 跟您说到的增值税 它的税率在货物而言就两档 只要不是出口的话就两档 要么是13% 要么是9% 对吧 所有应该征消费税的 这15类硬税消费品 全是13的 不可能有9 9是什么呀 站在增值税的角度上 但凡用到9%的 都是您家厨房里的 自来水了 食用盐了 食用油了 图书了 报纸了 对吧 还有饲料了等等 就是这些跟农业相关的 跟这个文化相关的 跟日常生活相关的 就但凡你说 你说我这儿 我有个计算器 我买个计算器 这都给13% 你说我买个计算器 能说我是有钱人吗 不能啊 这个都是13% 那你说我要买个高档化妆品 你说我要买个小汽车 那更是有钱人了 那更得是13了 对吧 所以您记住了 但凡应该征消费税的这些东西 它的增值税税率都是13%的 有人说了 那你说的消费税干嘛提增值税啊 您忘了 但凡征消费税的 一会儿我会跟您说 咱们国家全是有形的洞察 只要征消费税 必征增值税 而且增值税的税率 必是13% 刚说过 对吧 所以你看一下 我们国家在1993年底 国务院就正式确立了消费税攒行条例 你看这个时间点很好 因为1994年1月1号 正式确立增值税在我们国家 这个历史地位 当正式确定增值税历史地位的时候 老三消费税也顺势就跟上了 大家看看就行了 然后接下来呢 你看 其后呢 我们国家对现行消费税制度 在税务角度 在税率角度 在纳税环节等方面进行了多次调整 我跟您随便说一个税务的问题吧 我们国家应该是在2006年之前吧 我们的税务里面还有什么你知道吗 还有家里头咱们那个洗发水 还有咱们家里香皂 都在税务里面 当时呢 我们的应税消费品是包括护肤 也包括什么 这个就刚才说洗发水等等 但是它在税务里面 国家税务总局啊 发改委啊 他们要长期在全国做调研 而且有的时候还要到国外去调研 对吧 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呢 他们就到了牧民家里 就是就是就是青海啊 还是西藏那边 就到牧民家里 说我们要调研一下啊 您这个农产品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事啊等等 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呢 就发现这个牧民呢 刚从外面挤完奶 回来又一看 或国家干部来了 就要接待嘛 一接待人家进屋就洗手 这一洗手拿香皂洗的 当时国家税务总局 和发改委的人就懵了 哎呦 原来用香皂的不是有钱人的 原来普通老百姓 家里都得拿香皂洗洗手 洗洗头啊 哎呦 这时候我发现 那咱们把香皂列为 应税消费点 就不尽如人意了 就不对了 所以回来以后 立马在税务上 就做了大的调整 就把我们老百姓家里头 用的洗发水啊等等 就给它拿出来了 一拿出来就会造成什么 我们再买的时候就便宜了呀 哪怕便宜一毛钱 哪怕便宜五毛钱嘛 它也是便宜了 也就是国家在 税务这个角度下 税务这个角度下 就会更加合理 对吧 你得真正针对于有钱人 才能消费得起的东西 去征消费税 你不要把我们老百姓 日常当中 必不可少的东西 征消费税 那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 调节消费 谁让你有钱呢 劫富即贫 对吧 所以我们在税务这就做了调整 一会儿我会跟你讲 消费税最主要的是 您得知道这十五类 到底都是谁 一说这十五类 应税消费品 哎呦 我就特别的 这个有感而发 一会儿我再跟你说啊 我就觉得有点不公平 税率也 税率也就是这样的 我给您提前说一下啊 增值税啊 因为它是普遍征税 世间万物都该征增值税 不信您看看您家窗帘 您看看您家所有的床单等等 厨房的呃什么什么 卫生间的 所有这些只要是有形的动产 哈哈 就这些货物全都征 对吧 所以正因为它征的太多了 你就不管是有形的 不动产不也交吗 所以这些税率 它就不敢设计的特别复杂了 全都是什么 对 全都是针对于 钱数 就是你卖了多少钱 对吧 你说我是生产企业 好 我生产完以后 比如说我是生产这数字的 我生产完以后 我卖我卖了二百万 好你就拿二百万乘以你的税率 然后减进项 因为本身它征税范围太广了 在税率这就不能设计的太复杂了 但是消费税不一样 消费税一会我会给你讲 一共就这15亚应税消费品 所以有的是从价格的 有的是按照国际惯例 是从数量的 而有的更狠 是又从价格又从数量 双管齐下型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 在税率讲度上来讲 消费税挺狠的 它很也很有道理 就是因为本身它的税末很少 国家征管起来很方便 你要说增值税好嘛 既有从价的又有从量的 还有双管齐下的 那就费劲了 因为它普遍征税嘛 对吧 所以在这呢 我再说一句话 您觉得有没有道理啊 不管是增值税 还是消费税 它都是属于流转税 而流转税 它的关注点 它的着眼点在哪里 在流转额 它跟我们后面第四章和第五章 要讲的两大所得税的关注点 完全不一样 第四章和第五章讲的是 它的关注点是所得额 而我们现在的关注点是什么 哎 我们现在的关注点 因为它们都是流转税 所以我们的关注点 告诉我是什么 对 是流转额 好 这时候大家再告诉我 您知道流转额分成什么吗 对了 流转额分成流转的金额 和流转的数额 没错 这个都是我们曾经在预习班的时候 跟您说过的 打过底子的 流转的金额 其实就是多少多少钱 卖了700万 那就是流转的金额 那么流转数额呢 就是卖了 卖了什么 卖了多少升呀 卖了多少吨呢 你看 它就是吨啊 升啊 等等 能理解了吧 所以一会儿我们再给您讲 消费税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比如说啤酒 你生产出来啤酒卖出去 青岛啤酒厂卖出去 它就不是按照 卖了多少钱 来征消费税 它是按照流转的数额来征 这个是跟国际保持一致的 然后接下来说纳税的环节 我还要跟您说一下 这个纳税的环节 它跟增值税可是不一样 我们在前边学增值税的时候 只告诉您说 增值税的纳税人是谁呀 我就说了 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 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劳务 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服务 销售无形资产 销售不动产 谁就是增值税的纳税人 没错吧 我不管你是生产型企业 你有设备 你有厂房 你有工人 你还是批发型企业 你还是大超市 我都不问你 因为你不管是生产环节 就搞生产的 还是搞批发的 还是搞零售的 你谁都应该过来给我交增值税 因为增值税 它是道道环节的纳税人都该交 道道环节都得整 普遍整税 而现在要讲的消费税就不这样了 消费税是什么呀 因为它本身在 应该征了增值税以后 再加征一个消费税 所以这些东西已经征过增值税了 再加征一个消费税 如果再跟全面增值税一样 我管你哪个环节呢 我管你是生产石墓地板的 你还是批发石墓地板的 你还是建材生 零售石墓地板的 我不管 我全都征 那你要这样的话 就不如在我们第二章 讲解增值税的时候 在税率那里 把这15类应税消费品的税率 有13% 给它调高 不就完了吗 那不更便捷了吗 咱就以石墓地板为例 它的增值税税率是13%的 对吧 而且它的消费税税率是5%的 那如果石墓地板 在交消费税的时候 也跟增值税一样 倒到环节征 倒到环节征 那你就不如直接把它有13% 变成18% 不就完了吗 那你就一个税种了 你征起来不更方便了吗 哪个环节都按18% 别的磁砖按13% 石墓地板 因为你有钱 我就要多征 按18% 那么就完了吗 但是不能这样 是因为从全世界角度上来讲 在普遍征了增值税的这些货物里面 我们又零选出来了一些 高耗能的 高污染的 对身体没好处的 我们在征消费税的时候 也不能太狠了 我们就择一个环节征 但是特殊商品除外 大部分都是择一个环节征 就征一倒就完了 别再倒到环节征 如果再倒到环节的征止的话 那富人说了 我也受不了啊 而且可能就真的抑制了你们国家 或者叫咱们国家 对这些东西的消费了 那这样的生产企业 人家说我也甭干这个了 我也甭生产石墓地板了 我光生产完石墓地板以后 你们这么玩命征税 然后天天新闻报道 再说 谁要买了石墓地板 谁就被我们政府多征税了 我们正常13% 你这18% 那没人买了 所有家庭在装修的时候 全都磁砖吧 那人家石墓地板生产企业 也不干了 所以你整个行业也就完了 对吧 但它毕竟还是有需求嘛 有钱人还是挺多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说了 咱跟国际保持一致 就是咱争 但咱别倒到环节争 咱择一个环节去争 所以在学消费税的时候 为什么很多人觉得 哎呀老师 我觉得这比增值税还难 它难就难在哪里 难就难在 这15类应税消费品 到底哪些应该在哪个环节交 比如说像金银首饰 像我带的这个金银首饰 它就应该在零售环节交 对吧 比如说石墓地板 它就只应该在生产并销售环节交 后边的批发在卖呀 零售在卖都不交了 所以你一定要掌握清楚 它到底在哪个环节交 这是中中之中 你说难吗不难 一共就这15呀东西嘛 你只把特殊的记下来 其他的都是在最源头的环节证 所以还是那句话 我们国家在税收设计着 消费罪从最源头的环节证 其实是不应该的 你想想啊 你从生产石墓地板 卖给批发商的时候 这个环节你国家倒挺高兴 你也就走吧 那批发商买过来以后 他着急啊 他就得玩命 卖卖卖卖卖卖 他玩命得找他的客户啊 而且还藏起来 让最后买石墓地板的人 对吧 多掏钱都不知道是怎么 多掏的这个钱 所以就是确实 他没有起到真正的引导消费的作用 在国外提到了 在国外明码告诉你啊 你比如说你买烟买酒 人家告诉你 看好了 这口是烟 这口是酒 里面可有消费税 你要是认同 你就买 你不认同 你就别买 对吧 我们国家在这 还真的是没有真正做到 你看消费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一直发挥着引导消费 正常来讲的引导消费 其实我觉得政府并没有真正的做到 并没有真正随时提醒大家 调节收入 这个调节收入是确实做到了 因为它是隐形的呀 像我周围有很多有钱人 对吧 他们就是大量的去花这种钱 我挺高兴的 买买 他以为他买到的东西 这个质量好 对吧 价格贵点 其实呢 质量不一定好 但是价格是真贵 为什么里面藏着3D呢 藏着消费税呢 对吧 所以它确实调节收入 让有钱的人更多的花出去 它存下来的 或者它落下来的 就跟咱们也差不多了 调节收入嘛 后面确实能够增加财政收入 对吧 你想那税收啊 能够增加财政收入吗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要跟您说的是什么呢 就站在全世界的角度上来讲 不是100多国家都有消费税吗 所以从税收制度上来讲 它是有类型的 就跟我们前面跟您说 增值税有类型是一样的 对吧 增值税的类型 有生产型增值税 还有收入型增值税 还有消费型增值税 而我们国家伴随着2008年 以美国为首的次贷金融危机 一看不得已了 我们出口受挫了 我们这个也得 这个让企业 以不含增值税的这个货物 打到国际市场 所以我们就由生产型 变成了什么消费型 我们自始至终没有用过收入型 还记得吧 对 所以学税收 你最起码把底层逻辑搞清楚了 然后您再往上学的时候 您才有根基 对吧 什么基础不劳 地动山摇 然后现在我跟您说 消费税依然也是有类型的 在全世界 或者叫国际上 根据消费税的什么呢 根据它的征税范围 将其分成了三类 第一类叫做有限型 第二个叫中间型 第三个就叫延伸型 有限型是什么呀 就是有数的 有多少算是有限呢 大家看一下 有限型的征税范围 仅限于传统的货物项目 这就是我 有的时候 就是挺 挺愤怒的 但是也没这说呀 我们国家对于 消费税的这些 征税范围 全是有型动产 全是有型动产 就全是货物 但你知道咱周围有很多人 他们确实挺有钱的 尤其考虑来了 这个注册会计师以后 加入到了那个 对吧 就是那个行当里边去了 或者有一些家族企业 干的挺好的 他不光吃喝了 他就开始什么各种美容类的 对吧 医美呀 这个咱也都知道 对吧 还有做什么Spar啊 还有什么 这个就是各种 高消费的东西 我们国家 还有一些 比较贵的酒局 就是像咱吃顿饭 一二百块钱 人家吃顿饭 一两万块钱 他都没有征消费税 按理说 你消费税 就是一个 劫负寄贫的税 对吧 那要劫负寄贫的税 比如说 王某来了 他来吃顿饭 跟我吃饭肯定不一样 我二百块钱解决 他两万块钱 那我们按理说 如果我去设计 消费税的税制的话 超过两万 或者是等 正好等于两万的话 这是属于有钱人 那么两万就不行了 争他百分之十的消费税 让他交两万二 国家从他的身上 多拿走两千 这是我心里比较开心的 对吧 但是我们国家 现在还没有做到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 中国的有钱人 也是刚刚才有 就跟我们国家 没有这个遗产税 对吧 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有钱人还很少 对吧 所以就是我们国家 到现在为止 只是针对于货物 你看 比如说烟啊 酒啊 石化产品呢 什么叫石 石就是石油 化就是化工 像我们说的那个成品油 对吧 还有机动车 这个机动车 不就是我们说小汽车吗 这种说征税范围 一般不超过15个 为什么我们国家 到目前为止 就没超过15个 成整15个 就即使有增加 比如说今年增加了电子烟 电子烟也是烟嘛 因为电子烟 它确实也是抢了 很多卷烟的生意 所以国家不得不在 烟草法里面 把电子烟给他收进来 你电子烟也是烟 那既然是烟 你就跟着交消费税 这就是 你就能够体会出来了 知道吧 好你看啊 说代表国有 美国 加拿大 智利 新西兰 还有主要是 你要知道 我们国家也属于此类型 我们国家的消费税 就是15类 类型啊 征税范围就15个 然后中间型的征税范围 除了传统税务之外 还包括部分食品 奢侈品 以及生产资料 这时候你要问我 老师 我们同学买的 你保 你保 那个算吗 那还真不算 在我们国家 那个东西 它不争消费税 所以你看 是不是有的时候 你觉得 这人多有钱 买一两万的包 一两万的包 它就是属于什么 成本其实没多少钱 有的时候 根本就不是皮的 还是格的 人家可能就是品牌溢价嘛 那就是商家都赚走了 国家是一分钱没有 除了国家收到增值税之外 是消费税是一分钱没有啊 当然了 我前面在给您讲 增值税的时候也说过 国家呢 也觉得 嗨 没关系 你一两万的包 虽然说这个包本身 它没有在我们的征税范围里面 但你卖的越贵 增值税不就越多吗 对吧 你想一想 我花70块钱买个包 我才承担了多少钱的销 我才承担了多少钱增值税啊 你看 我是老百姓 我是真的花了70块钱买个包 70块钱除以1.13 价税分离 乘以13% 我才承担了 这是8块多钱的 8块多钱的增值税 这真事啊 我真的是70块钱买的 而我一好朋友呢 人家是 咱就说真事啊 4000块钱买个包 他是整4000块钱 你看啊 他是整4000块钱买的包 4000块钱除以1.13 然后再乘以13% 他给国家交了增值税是460块钱 这只是说4000块钱一个包 那如果要是有2万块钱一个包呢 你看看 算算 如果你整整花了2万块钱 除以1.13 然后再乘以13% 国家能收到2300块钱的增值税 那也就是说 即使这些东西 按照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 就是现在的这种经济环境吧 我们在征消费税的时候 即使没有把包 就是这种奢侈品 比较贵的包 列入到里面去 但是增值税也没少征吧 增值税 觉得你只要价格够大的话 我征的也就少不了 对吧 好 您看一下 税务一般是15到30个 代表国家有丹麦 法国和德国 你看法国 它是属于还挺多的啊 然后延伸型的征税范围 包括更多的消费品 及生产资料 税务一般超过30个 说代表国家有 亚麦加呀 韩国 哦韩国 看见了吗 韩国它是属于延伸型的 其实别的国家什么呀 跟我们没多大关系 我得知道 就咱得知道咱国家什么呀 咱国家是属于有限型 有限型说了是 不超过15个 那你15个整整 不也没超过吗 所以你就会知道 我们接下来给您讲的 消费税的税务 它就是15个 就是15个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我就不给您多说了 我希望您自己看一下 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比如说7个 离我们比较近的东盟国家 他们在奢侈品这个角度 他们的消费税的征税范围 您再看啊 咱比如说老窝 老窝 你看这个国家 是吧 它离我们不远 但人家在征消费税的时候 它针对于游艇 当然这游艇 我们国家也征啊 还有这就是我觉得 人家老窝征得好 你看老窝 人家除了高档商品之外 人家对服务都征 你看人家卡拉OK 对吧 还有什么迪斯克舞厅 还有酒吧 还有当然我们国内没有赌场啊 就人家就这些 你像咱们国家征吗 咱们国家很多有钱人 经常去卡拉OK 一晚上能唱好几万块钱的 但是他那好几万块钱当中 政府没有收到一分消费税啊 现在只是收到增值税 是6%的 对吧 而且我们希望什么 我们希望你 你征消费税啊 如果政府 中国政府说了 以后啊卡拉OK呢 要征消费税 那作为卡拉OK厅 肯定再收这个钱的时候 就不能收这么点了 肯定得 因为消费税是下内水嘛 那肯定价格就高了嘛 那么谁去结账的时候 谁就应该多逃 多逃完以后给到政府 那政府不就是 又给我们普通老百姓了吗 你最起码 你给我们修个马路也行啊 对吧 所以我们觉得 你看这几个东盟的国家 你看 你像泰国 看泰国 对吧 他们对地毯争 但是我们国家 对地毯没有争 然后他们说 塞马等娱乐服务争 其实你看 你再看这个菲律宾 菲律宾 你看它的服务当中 非必要的服务 只在改善患者的外表 非治疗疾病的 侵入性的美容程序 你这就是我们做的医美 在我们国家 医美很贵的 对吧 那你说 假设有一个美女去了 5万 对吧 人家不管做什么啊 反正是医美 5万块钱里面 一分消费税都没有 一分都没有 因为我们国家 这个争计办理里面 没有这个服务 你看人家都有服务 看见了都有 什么按摩嘞 卡罗尔K嘞 看见了吧 人家都有 但我们只是针对货物 所以一会儿 您学起来的话呢 简单倒是简单 全是有形动产 全是要征增值税的话 都是有形动产 都是13%的税率 你知道一下就行了 好 接下来我们又回到了这个漫画 在这个漫画里边 你已经不陌生了 你看 哎呀 老大营业税 已经嫁和稀去 老二增值税 我们已经讲完了 其实增值税讲完以后 你会发现它没有多难 是吧 倒到环节征 倒到环节底就完了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讲的是什么 是消费税 对吧 然后您再看 这个都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啊 跟营业税说 您要不行了 你看 它果然就不行了 看见了吗 然后接下来你看 你看 这个 这个3D 就是消费税说了 以后这个家都靠你了啊 靠谁 靠二哥呀 对吧 然后接下来你再看 看这 看这幅图 对吧 这幅图 这三弟跟二哥说的啥呀 说 二哥 你最讨厌谁 二哥不说吗 最讨厌有钱人 对吧 这时候 消费税说了 二哥你放心 为了给穷人报仇 对吧 高档消费品这边 我绝不放松 这15类消费品 我一定严加看管 他可会看管了 而且他怎么看管 他都钻到了这个货物的 价格里面去 价格越大 你看你价格如果是100的话 二哥收13% 收13 如果价格变成900的话 拿900乘以13% 你说增值税 多少 对吗 所以这时候 你要900乘以13% 这就117呀 所以这个真的是 消费税越多 增值税也就会越多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你看4D在哪 4D是我们后面要讲的 我们的讲课顺顺序前面跟您说了 讲完资金税就讲消费税 讲完消费税以后 先不讲第4章和第5章 马上讲第6章和第7章 第7章就是我们的4D 就是关税 好吧 行了 这个大家先了解一下就行了 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到本章的学习 其实我们在进入本章学习以后 你会发现内容很少 很多铺垫性的内容 我前面已经都说了 对吧 你看本章是CPA考试当中的重点章 涉及15类应税 消费品 您知道了15类 本章整体来看内容不太多 且相对简单 学习难度真的不大 哎呀 这真的是很简单了 建议考生在学习的过程中 无需死记硬背 联系生活中的实力 即可记忆 您看我把生活当中会用到的东西 都给您带来了 看见了吧 哎 我把能用到的都给您带来了 所以一会我们结合着具体的实力 你就会发现真的很简单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分值啊 这个消费税啊 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税种 有时候我经常会说 您的税法能不能过 其实取决于什么呢 消费税 还有土地增值税 如果这两个税种您学的好 你想消费税占10分 土地增值税也能占个7分 这你说它17分 怎么能决定通过不通过呢 因为这17分属于内容非常少 你直接可以把控得住 把控得到 我去年把控的就有点太邪乎了 去年第一 就第一波上考场的 就第一批次嘛 上了考场以后 回来说那种是由你的原题 就是我每年不是会给大家总结大题吗 这些大题也都是历年考过的真题 略加改编之后啊 就按照当年的政策 我们改编之后 给您 然后我们在习题班逐一讲解 然后要求您每道题做五遍的 然后去年就是2022年 第一批上考场的学员回来 就说原题土地增值税一模一样 那基本上就因为这道题 五分 再加上有有几个单选和端选 也是原题 就基本上这就能占了七八分了 那你说你在其他内容再捞个五落分 不也就过了吗 所以你要保证 这两个税种 一个是消费税 一个是土地增值税 如果这两个税种 它内容又少 你又把控的很稳 你就二来分到手了 其他的内容 你向增值税 它一定有你不会的 对吧 还有国际税收 那就是纯纠分的 所以有的时候 你这一定要 就是住快考试 它一个是考智商 它主要还是考情商 它考您知不知道 抓大放小 您知不知道 哪里就得玩命 哪里可以放任 就这个意思 大家看一下 所以我们近五年 这个试卷来讲 就是平均九分 也就是十分左右吧 对吧 本章单独考什么呢 单独考的就是计算问答题 但凡您能把我给您的 这个比如说 今年还没有总结出来 有人说 老师我买了你的技术大通关 还买了你的好题大通关 你的好题大通关里面 有没有你那几条题 有 只不过现在还没有 什么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讲完了 关税以后 我就会把所有流转税的 这些大题 归纳总结完以后 我就会给我们的教育老师 然后您呢 就可以扫我们好题大通关 那本书最后的二维码 一扫 那几条题就出来了 然后您就按照我的思路 就做就可以了 就现在还没有 但是马上就会有了 它会有大题 您但凡能把我那几 跟消费税结合的大题 都做会的话 上考场这份就到手了 很简单 考试地位确实挺重要的 而且您会发现 消费税 它跟增值税 是密不可分的呀 你只要这个东西交消费税 它必交增值税呀 对吧 它都是流转税 它跟承建税 跟关税等等 关联性都非常大 所以有的时候 流转税这块 其实不光流转税 你所得税 你哪块 你得靠懂 你说我靠背 那是根本不现实的 考不过的啊 必须要理解了 而且就是我跟您说的 做这六道大题 做五遍 每道题做五遍 你也得自己懂的去做 你别抄五遍 你别背五遍 那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为什么在这是要除 为什么在这是要成 为什么要除以1加13% 你得知道 你给自己讲明白了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吧 本章教材的变化 首先第一个 我们是新增 新增了关于电子烟 消费税的税务处理问题 我刚才就说了 因为电子烟 抢了很多卷烟的生意 所以我们不得不 把电子烟纳入到 这个烟槽管理法当中 所以它肯定 你都属于烟槽了嘛 那你卷烟争消费税 电子烟也得争消费税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又增加了 一个新增了一个 对设立多级销售单位的 白酒生产企业 给它去核定 最低低税价格的依据 作为白酒的生产企业 这个点 其实我们在前面 讲增值税的时候 就提到过 像五粮业也好 茅台也好 他们都属于国企 他们生产的成本 真的很低很低 你说白酒有啥呀 它一瓶茅台 好像能卖到几千块钱 它值几千块钱吗 它里面有金子有银子 啥都没有 就是拿粮食酿造而已 但是它的品牌 溢价很厉害 所以生产企业 因为它是国企 它也会受到成本利润率的影响 你不能说好家伙 他们还都是上市公司 你总不能说货 你的这个利润太高了 也不好看 所以它往往就生产 并销售茅台的这个企业 在卖的时候 价格并不是特别高 并不是特别乍严 但它要卖给 你比如说它卖给了我 好嘛 我五百块钱买进来的 我一卖卖五千 我可就挣嗨了 我可就挣大粉了 所以我们前面讲过 这种品牌溢价很高的 白酒生产企业 它往往不会随随便便 把它自己生产的白酒 卖给外人的 它都会卖给自己的全资子公司 对不对 它卖给他自己的全资子公司 它让他的亲儿子去赚钱 因为他亲儿子赚完钱以后 也是他的嘛 那么在这里面 他卖给了他的全资子公司 这个卖价可就不好说了呀 由于 尤其我们说消费税是单一 单一环节 后面就会讲 你可能在 你妈妈卖给儿子 你正常来讲 卖给外人 卖二百块钱 卖给儿子呢 我卖两块 我都觉得我坑我儿子 对不对 那你要是按两块的话 那国家也吃亏了 国家若你卖给外人卖二百 你卖给你儿子 他卖两块 那国家只在这个环节 有一个征税权啊 如果你按两块的话 那国家不就赔大分了吗 所以他一定给你 核定一个最低的价格 你不能低于 卖给外人那个钱 对吧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儿 就在消费税这里面 数次提到过 核定计税价格 是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 有一句话叫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调了 税务局只在这个环节 有征税权 在生产企业 卖给他儿子这个环节 只在这个环节有征 而他又是母子关系 他卖的很便宜 那不就吃亏了吗 国家吃亏啊 但为什么在增值税呢 我们从来不说核定啊 增值税什么 道道环节征 你永远你 亲妈卖给亲儿子 亲儿子 有本你卖给你儿子 你卖给他孙子 对吧 总有一天 这个酒 不可能就在你们家喝了吧 总有一天得卖出去吧 一定是在这个链条上 卖卖卖卖卖卖 总有一天会回归正常价格 而增值税不着急 早晚有一天 但你会卖到一个正常价格 我在那个正常价格 那个环节 我征也不晚呀 对吧 但是消费税等不了 消费税我只有在这个环节 我全力征 所以这个环节价格要低的话 我受不了 我就必须要给你核定 能理解这意思 所以正因为这样 增值税道道环节征 他没有核定不核定 而消费税 不 他往往是单一环节征 所以一旦有发现苗头不对 就必须要核定 好 接着还有一个就是 调整了白酒最低 计税价格的核定标准 这个都了解一下 它并不重要 好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了 这一章当中的考检该书 就这一章啊 它的节也很少 可不像我们的第二章 我的天哪 讲了十一节 对吧 虽然说第十一节没啥内容 但是中间 好嘛 争税范围 税率 这个乱七八八一大堆 但是我们的消费税就四节 大家看一下啊 第一节讲的是 纳税义务人是谁 税务是什么 税率是什么 第一节真的是至关重要 这税务就是告诉您 这十五类 应税消费品 它到底都是个洒玩意儿啊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你看看您家有没有 对吧 然后第二节 讲的是计税的依据 我们刚才说了 消费税跟增值税一样 都是流转税 都是流转税 它关注点就是流转额 而流转额 又分成流转的金额 和流转的数额 但是流转的数额 在增值税那用不上 因为增值税 百分之百 全都是从价计税 它的计税依据 全是卖的价格 甚至是从国外 买的那个组价 对吧 但是消费税就不一样了 消费税 因为它就十五类 应税消费品 所以说 它的这个计税的依据 有从价格的 也有从数量的 还有既从价格 又从数量的 所以你看一下 是不是有从价的 有从价的 就跟增值税是一样的 就是销售额的问题 那除了有从价的 还有什么 从量的 还有既从价又从量的 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它重要是重要 一点都不难 然后接下来 我们第三节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第三节说的 就是 环节 有人说 消费税比增值税还难 就是你没有掌握它的环节 你不知道这十五类 你不知道这十五个税末 每一个税末 它到底该在哪个环节去争 那你就会问我 一共有几个环节呀 我告诉你 第一个环节就要生产 并销售环节 那是最源头的环节 比如说我是一个石木地板的生产企业 我生产完石木地板以后 我不可能自己去面对消费者 我也没那么大功夫 我都是生产完以后 直接卖给大批发商 大批发商买过来以后 再去卖给建材商城等等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说的 生产销售环节 就是属于生产企业 它这个环节是最源头的 是最早的 正常来讲 消费税 它本应该就有调节 消费的这么一个功能 按理说 像英国政府 美国政府 他们在这个环节都不整 它都是到最后一个环节 就消费 就是最终的消费环节 在整 对吧 找到了 这元大头 他愿意买 那好 你告完他了 已经提示他给他了 你要买 这是硬税消费 里面可有消费税啊 可贵啊 那人家还执意要买 第一说明人有钱 第二 人家追求品质 对吧 那就买 这个时候 他一旦卖出去了 从消费者手里 从老百姓手里 拿过来 这笔价款当中 有消费税 他才会交到 这个美国政府 或者是英国政府 对吧 他才会往上交 但是我们国家不一样 可能也是受于 这个财政的压力 我们越早收越好 所以你看一下 第一个是 生产并销售环节 第二个 委托加工环节 一会儿我会跟你讲 委托加工环节 是更加 别扭的一个环节 是更加 不应该的一个环节 然后就进口环节 看见了吗 第一个 生产并销售环节 第二个 委托加工环节 第三个就是进口环节 还有特殊环节 特殊环节 就是我们说的 金银首饰 我们是在零售环节 来争 这个后面第三节 还是挺重要的 但是它内容也并不难 另外呢 消费税 也有一个出口退税的问题 你想 哎呦 增值税呢 我们学过 出口货物 出口劳务 跨境提供服务 我们国家有三个态度 免税并退增值税 对吧 免销项退进项 然后第二个态度呢 就是只免销项 不退进项 然后第三个态度呢 只是不免销项 然后就让底进项 对吧 三个态度 您觉得好像还挺麻烦 但是呢 我们在消费税这 真的出口退税 就极简单无比 只要告诉您原理 两分钟搞定 然后接下来 关于消费税征收管理 征税的环节 这个征税的环节 跟我们这里边说的 其实是一回事 还有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 这点就同我们上一讲 刚刚讲过的增值税 很多内容跟增值税是一样的 纳税期限也是一样 因为你想 你但凡是交消费税的 这些有形动产 他必交增值税 所以他这两个税种 交给你一块交 而且由这两个税额 直接就引发出来了 我们下一章 会给您讲的成见税 所以他就 这个消费税跟增值税 应该三地嘛 三地在二哥背后 如影随形 是这样的 所以纳税地点 也了解就得了 完了啊 这是我们说的 本章您可以放平心态 别紧张 别着急 一点都不难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马上进入到 要点提前 就给你讲啊 怎么个消费税法 你看 说消费税是对特定的消费品 和特定的消费行为 征收的一种商品税 其实我觉得 他对于特定的消费行为 他 我还不太认可 因为你 没什么行为啊 你死怕 你什么医美 你都不争啊 你只是对特定的消费品 来争 对吧 都是有形动产 了解一下就行了 他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们国家对于消费税的 争税范围 是有选择性的 就选出来了15个税目 所以这15个东西 大家一定要记得很清楚啊 然后一般情况下 征税环节具有单一性 和增值税形成鲜明的对比 增值税是道道环节征啊 但是这里面是单一环节征啊 我们在这里面说了一个词 叫做一般情况下 那二般情况下呢 比如说卷烟 比如说超豪华的小汽车 您说这种超豪华小汽车 都一百多万一辆 能是咱们老百姓买的吗 所以他肯定要争嘛 所以他们 这个超豪华小汽车 也是 也是双环节啊 它不是单一环节 另外呢 平均的税率水平比较高 且税幅差异比较大 有1%到56%之间的差异 我们后面就会给您讲到 比如说卷烟这个东西啊 它的最高税率 能够达到56% 卷烟 所以我说 为什么咱们国家的烟草 因为烟草它分成发执照 有生产执照 有批发执照 你比如说 天津有个恒大卷烟厂 它就是有生产执照 它可以生产 它生产完这些卷烟以后 它就卖给 有批发执照的人 它不能随便卖 对吧 你卖给我 它不能卖给我 它只能卖给有批发执照的人 我有生产执照 你有批发执照 那好 我生产完以后 我就调拨给你 它为什么会用调拨这个词呢 它还是 虽然烟草是企业化管理 但是它还有一种行政色彩 毕竟它是属于央企 我们说央企 可是共和国的长子 对吧 那给替国家敛财呀 所以这时候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卷烟 它卖 它卖给批发商的时候 比如说它收了 100块钱 里边有56块钱 就是从价的消费税 所以你说高不高 真的很高很高 那么这个1% 是谁会用到呢 就小汽车 小汽车里面 我会分成乘用车 什么叫乘用车 就咱老百姓家里的车 就叫乘用车 比如说乘用车 那个它最低档是1% 然后最高档的是40% 先了解一下 所以它的税率的跨度比较大 另外呢 计税的方法 就是计算税额的方法 有从价的 有从量的 还有计从价 有从量的 具有什么 灵活性 既有从价 又有从量 还有计从价 有从量 三种计税的方法 然后而且告诉您 消费税是什么 是一个价内税 所以我跟您说 消费税一般来讲 它真的是 就最终消费者 它都不知道 它承担了多少 它是藏在价格里面的 那么什么叫做价内税 我再给您举个例子 其实原来在增值税 就跟您说过了 大家想想啊 比如说A企业 它是一个生产 实木地板的企业 它生产完这个实木地板以后 因为它是生产企业 它就卖给了F企业 F企业呢 是一个实木地板的批发商 然后他们就要签合同 在合同当中呢 就说好了 这是一千万的实木地板 然后A就说了 你给我一千万 F啊 你给我一千万 你再给我来一个 一千万乘以13%的增值税 就是一百三十万的增值税 您看出来了吧 您看这一百三十万 是怎么来的 是拿一千 你看啊 这拿这一千乘以百分之十三 这一百三十万 是这么算来的 对吧 而且您看看 这一百三十万 在这一千万里头吗 不在 增值税是一个价外税 它自始至终 甭管你是一般纳税人 还是小规模纳税人 我不管你是什么人 自始至终 这一百三就没有进过 你的主义业务收入 对不对 对 然后接下来 做A就跟F说了 你给我把钱打过来了吗 F就给你打过去了 打过去一千万的价款 然后一百三十万增值税款 然后这个 A说 行行行 我知道 收到了 收到了 然后这时候 A应该 往税务局 交增值税吗 应该呀 A一般纳税人 对吧 他就应该 拿他的一百三十 交相 减掉 比如他镜像有九十 他是不是就交 四十就OK了 是不是就交四十就OK了 然后接下来 你看啊 他就是增值税 都交完了 然后这时候 这F就跟A说了 就跟A说了 他说 我小姨子 在您企业是会计 我小姨子跟我说了 说你卖给我这些石墓地板一千万 其实本钱才九百万 好你挣了我一百万呢 挣了我一百万呢 这时候这A说啥 我挣得了你一百万吗 我卖给你的是石墓地板 石墓地板是应销售 在生产并销售环节 生产并销售环节应该交消费税的 而此时的消费税是价内税 是在这一千万里头 我除了找你要一千万 找你要一百三十万 我又做这儿 你要一分价了吗 没有啊 没这样 没有啊 对呀 所以作为我生产企业来讲 我还得拿着这 我还得拿着这一千万 乘以百分之五 我要算出来五十万去交消费税的 那也就是说 我卖给你一千万 我的本钱是九百万 你以为我挣了你一百万 其实有五十万我交走了 交到税务局去了 消费税啊 你就知道了 果然消费税是一个价内税 为什么 因为这五十在这一千里头了 五十在这一千里头了 而您看这一百三呢 它就没在这一千里头 您能理解了吧 所以您就知道了 增值税妥妥的价外税 而消费税妥妥的价内税 妥妥的价内税 所以大家能看清楚就OK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道多项选择题 他说根据消费税现行规定 下列表述正确的是哪个 哎 消费税的税收负担具有转嫁性吗 当然具有转嫁性 生产企业卖给批发商 批发商把价款就给了生产企业 批发商支付的是价款 对吧 价款里面就含着消费税啊 然后批发商就会导给谁啊 零售商 批发商就会把他曾经 从生产企业那花出去的钱 都从零售商那收回来 他不解恨 还要加点因为他要加利润嘛 然后接下来 零售商从批发商的买完以后 卖给最终老百姓 他一定要把零售商 我支付出去的本钱 我要收回来 我要从你老 从你老百姓手里收回来 我还得挣我的利润 所以他最终就是有转嫁性 流转税 他都是有转嫁性的 他最终都是转嫁到了老百姓身上 他都是由最终消费者承担 所以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 关税也是有转 也是有转嫁性的呀 比如说 我有一好朋友 他们家孩子就喝进口奶粉 那个进口奶粉 在从新西兰买 路过中国海关的时候 都是交了进口环节关税的 都是交了进口环节的增税的 那么人家作为上海的进出口公司 人家能替你们家孩子 去承担这个进口环节关税吗 人家肯定是我交了多少钱的 进口环节关税 我都会加到你每一盒奶粉身上去的 如果没有关税的话 可能200块钱 有了关税的话 可能就260块钱 所以他都是有转嫁性 都是由最终消费者承担的 对吧 因为他都是货物嘛 你最终都是有用他的那个人 有喝奶粉的这个孩子 那孩子交不了 他妈交啊 对吧 好 再来看 消费税的税率呈现单一税率形式 他还真不是单一 消费税可不是单一啊 他的税率是既有比例税率 又有定用税率 他不单一 一会我们就能看出来 C 消费税的征税范围 具有选择性 这个是真有选择性 增值税你看 他就没有选择性 增值税都整 普遍整 对吧 我们前面给您讲过 增值税唯独现在 比如说华为 它是民营企业 它没有上市 它不是上市公司啊 对吧 他 你你你 你比如说 我们企业花了200万 买了华为的股权 然后卖了270万 这70万 有增值吗 你说有增值啊 他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也就是说增值税呢 就嫌有几个是不属于征税范围的 像存款利息 对吧 增值税 他就相当于是普遍征收 没有几个不征的 就我刚才说那 就那俩不征 对吧 大部分都征 而消费税不一样 消费税真的是挑挑减减 第一开始 我刚才说了吧 香皂 洗发水 也在睡墓里面 到最后拿出来了 这都不是有钱人才用得起的 那墓民回家来洗手 也得用下香皂啊 所以就说明 他们当时调研的 并不是很彻底 调研的并不是很民主 然后就拿出来了 对吧 所以消费税 它确实有选择性 另外 消费税实行多环节课征 它错就错在 它不是多环节 如果消费税再多环节的话 跟增值税就一样了 你最多不就是 倒到环节证吗 那你就不如把税率 直接上升去完了 你就把这15亚东西的税率 不让它按13% 分别让它按照 你比如说 增值税有13% 对吧 像我们刚才说到的 1% 对吧 分别给它变成 加1% 变成14% 或者像那个 卷烟 对吧 你要倒到环节证的话 13% 加上56% 好家伙 这吓死人了 这个加上56 你看 13加56 69% 对吧 这不就是69吗 它还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它不是 倒到环节证 它是单一环节证 有这套题 问大家哪个是对的 你看 只有A和C是对的 消费税征税范围 具有选择性 仅对列举的 15种应税消费品征税 消费税的税收负担 最终是老百姓承担 具有转价性 所以A跟C是正确的 消费税的税率形式 和档次都具有多样性 并且不单一 所以B就不对 我国消费税原则上 实行单一环节 一次课证的办法 所以选项D就是错误 你别看 小看这道题 它确实已经从 大的范围上 给你讲了一下 它的特性 你最起码得先知道 消费税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税收制度 对吧 就是你学习的时候 就是先学一棵大树 然后再慢慢的 学每一个这个枝杆 你先把这个大树 这个框架 先建立起来 对不对 好 那么到此为止 我们已经把消费税当中 就最普遍的 最底层的逻辑 都给大家讲清楚了 我们已经 就现在是涉入到了 消费税的领域 已经知道了 它是属于 有限型的 就15个税务 对吧 然后它的这个环节 都是往往就单一环节 就你知道的大概 然后我们本讲就结束了 到下一讲呢 我们就正式进入到 第一节 你会发现很多内容 都是我之前讲过的 重复性比较强 就给你看一下 就完了 本讲到此结束 谢谢同志们的收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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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